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他们在1%决赛首回合中均取胜 赛后 60岁的罗马主帅穆里尼奥接受采访时说 我的球员踢得非常好 我们很团结 我喜欢他们的一切 我需要向沙拉维道歉 他是我战术的牺牲品 他其实踢得很好 但我把他放在踢补席是因为我需要B计划 今天我必须要赢球 但我需要从零风险开始 进球回顾 第33分钟 斯皮纳佐拉左路伸汤对手下底传中 贝洛蒂门前抢射破门 罗马1比0领先 将总比分扳平1比1 第40分钟 斯皮纳佐拉用同一招打爆 萨尔茨堡红牛的右路防守 这次助攻迪巴拉头锤破门 罗马扩大比分2比0 将总比分反超2比1 就凭借着贝洛蒂和迪巴拉在短短7分钟内 打进的两个进球 最终罗马在主场2比0击败萨尔茨堡红牛 以总比分2比1晋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